大家好,我是傅老师种植团队开哥 这一期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斗角啊 也就是南方称为僵斗啊 如何去防止虫害这个问题啊 斗角上的害虫呢 一般最厉害的可能是牙虫 然后呢,斗鸣之类的 或者是叶鹅之类的 这些害虫比较多一点呢 尤其是斗鸣和叶鹅这一块呢 我们有些种植户呢 把它称为那个青虫 这些可以啊 用药的方式是一样的 防止虫害这一块呢 假如说我们是生态无公害种植的 实际上还是建议我们最好不要去露天去种植 我们像我们基地一般采用的就是 像这种冷棚啊 只不过是在夏天的时候 把这个棚膜给它戒掉 然后换成那个防虫网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橙虫 给它遮挡到外面去 防止这些橙虫落到我们这个斗角上面 又产卵以后产生更多的幼虫 再一个呢 就可以把一些有害的前飞的害虫呢 给它阻挡出去 这是一个生态的种植方法 当然了 这个条件相对比较高 头虫本也相对说比较高一点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先说牙虫吧 牙虫的防止方法 牙虫呢 建议我们种植户呢 采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防止啊 首先呢 在我们这个斗角种植地呢 要悬挂这个黄板 黄板的目的实际上就是 引诱千飞的牙虫呢 粘住的 一亩地呢 建议可以悬挂30到50块 高度悬挂的高度呢 高于我们这个斗角 但它上面20公分就可以了 随着这个斗角的生长的情况下 我们要不断的去提升 我们悬挂的高度 另外一个呢 就是化学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农药的方法 给大家推荐一个配方啊 防止牙虫的配方 就是可以用 比虫林配上锡丁中安 再配上比牙虫 这个配方呢 防止牙虫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 目前呢 还没有发现 什么样的一个抗性问题 所以这个 在药剂防止这块 可以采用这个配方 化学和物理方法 联合防止 这样效果会更好 降低牙虫对农药的抗性 再一个呢 就是痘免和叶蛾之类的 这些害虫难防止是因为 因为它是 一旦危害我们痘角的时候 要么它藏在我们这个花朵里面去 要么藏在我们的痘角里面去 你喷雾的时候 你根本都喷不到身上去 是吧 所以你防止很难 防止 实际上能杀死的药比较多啊 推荐两个药 一个是高效路 雷浮精剧脂 这个比较便宜一点 剧脂类的农药 激枣速度是特别快 另外一个呢 就是露虫奔价强案 这个是属于微毒的一个农药 这两个药呢 喷死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个害虫呢 给它杀死掉 但是呢 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 喷雾的方法 因为这些虫害呢 它太阳出来以后呢 白天的时候 它是要藏在这个花朵里面 或者我们的肚角里面 在那里面去危害的 所以说呢 你在白天的时候喷药的话 效果很差的 然后呢 到了下午 就是太阳落差以后 一般都在七点左右的时候 或者是早上七点之前 最后这些虫呢 是在外面的 它是包裹在外面的 所以说呢 我们打药的时候 就要放到下午七点以后 或者早上呢 七点之前去防治 当然了 早上假如有卢废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放到下午七点以后去防治 这样的防治方法呢 效果是最好的 大家好 我是傅老师 种植团队柴哥 前一段时间呢 给大家讲了 如何种植我们冲花生 防止花生烂种这些话 有些种植户说了 其中讲到花生半种剂 导致烂种这些话呢 自己感觉到 讲的还是不是太深入 想更全面 更多的去了解 这个花生半种剂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重点讲一下 这一块的情况啊 首先呢 分三块 第一块呢 就是如何去选择一个好的花生半种剂 目前市场上花生半种剂啊 确实五花八门比较多啊 我给大家说一个配方吧 70%的比冲林 可适应粉剂 20克 加上 加上30%的毒丝皮尾胶囊 旋服剂 呃 100毫升 再加上50克的 50%的多菌 呃 可适应粉剂 再配上 0.01%含量的云炭素内置 10毫升 把它搅拌均匀 呃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拌花生种子呢 拌30斤就可以 呃 假如说我们自己在选择不好这些成分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去买花生半种剂的情况下 呃 你在买的时候尽可能的去咨询一下经销商啊 就是说是不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半种剂 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呢 因为这几种成分呢 我们用在一起以后呢 既能防止花生的地下害虫 同时呢 对我们花生苗期容易出现的呃 死苗烂根现象啊 呃 包括像云炭素呢 它就是为了打破种子的休眠期 达到苗形苗状 所以说这样一个组合是一个最完美的半种剂组合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如何去使用花生半种剂 呃 刚才说了啊 好比说刚才讲这个配方呢 我们拌三十斤 那么我们怎么去拌呢 呃 给大家出一个方法 就是说啊 我们用塑料布 呃 把种子倒上去 把我们漂好的药液 再加上水 像这个加上200毫升的水都可以 然后倒到种子表面上去 然后呢 两个人 一个人提两个脚 然后就让来晃 呃 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吧 就可以拌匀了 拌匀以后马上停止 不要拌时间长 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呢 很容易把这个花生的表皮啊 特别薄 你给它弄破 弄破了一种子呢 百分之百是不会出苗的 呃 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去播种 拌完种子以后 什么时候播种 呃 在播种之前呢 建议我们拌好的种子呢 先阴干 大家知道阴干 呃 就是说没有光照的地方 只要通风 它基本上 我们放个一下午 它就自然干的啊 呃 千万不要在太阳下面去曝晒 尤其是在摊到水泥地上去曝晒 这样的情况下 很容易把我们花生种皮啊 尤其它的培牙 培牙给它烧坏了 影响我们的牙虑 建议我们办完以后呢 呃 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就要播种上面去 呃 不要办到时间太长 办到时间太长以后 这些药液呢 很容易渗透到我们种子里面 烧毁培牙 也可能导致我们花生烂种 所以说呢 我们只要使用花生半种剂 掌握这三部分的内容呢 呃 基本上呢 我们一个是描写描状 第二个呢 提高产量 第三个呢 防止我们整个花生季节的 地下害虫的危害 呃 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大家好 我是傅老师种植团队柴哥 嗯 有种植户发信息说啊 这两年呢 自己种这个漏地的黄瓜啊 经常会出现那些 啊 黄瓜 呃 大豆瓜 千嘴瓜 这些瓜瓜里枣的东西啊 他就说啊 这个漏地种这个黄瓜啊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畸形瓜啊 如何去做比较好一点呢 今天呢 都给大家讲一讲啊 有三个方面去避免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啊 因为外面的阻力导致的黄瓜 因为黄瓜在接瓜以后呢 它是自然要向下垂啊 但是你下面假如说你被这个黄瓜叶片呢 或者是吊绳或者是我们的支架呢 阻挡了以后呢 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光瓜了 所以说呢 我们每天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 凡是看到下面有阻挨这个黄瓜要下垂的那些地方呢 你要给它摆正了啊 这样情况下可以通过物理的方法来避免我们这个出现光瓜这一块 第二方面呢 就是因为低温呢 或者高温呢 导致我们黄瓜 它这个脂肪啊 或者是在受粉的时候 受这个温度的影响 而出现了畸形 像这一块呢 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好比说我们的根瓜 出现这个弯瓜 或者畸形瓜也比较多一点 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根瓜这块 一般都要把它掐掉 把它扔掉了 因为根瓜这块呢 它这个苦味素是含量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我们吃了以后发苦 另外呢 我们种这个露天这个黄瓜 它毕竟它这个温度啊 你是没法通过人为的去控制 那么怎么办呢 建议我们种之后呢 在选择黄瓜品种的话 尽可能选择那些强磁性的品种 因为这些品种呢 它接瓜能力是特别强的 我们在右瓜的时候 你发现只要出现那些 尖瓜大豆瓜 或者是弯瓜之类的 尽可能把它早一点给它掐掉 这样的话 还不会影响黄瓜的产量 并且呢 你这个黄瓜整个的商品性会提高很多 第三方面呢 就是我们施肥的不合理 还有哪个胶水的不合理造成的 好比说我们这个肥料这个啊 我们很多种之户喜欢用高氮的肥料 这个是不可取的啊 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们常用的一个配方啊 就是氮磷甲的比例是20比10比20 这样的一个配方啊 既补充了氮甲磷都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你氮高了以后 你肯定要移植这个钾的吸收啊 缺钾了以后 你肯定你大豆瓜出来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种之户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浇水啊 避免忽高忽低这种情况 干了赶紧浇大水 等了很长时间以后 又干了又大水 实际上这种情况啊 很容易造成我们这个两头粗当中细 就是细胶瓜 这种瓜出现 所以说呢 我给东正乎建议啊 就说小水勤浇 这样一个观念 不要突然的大水突然的大水 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避免细胶瓜 然后你肥料一次用的多了 浇水一次用的多了 都会带来一个伤根 伤根以后 你肯定营养是供不上的 营养供不上的情况下 那么你这个畸形瓜会更多 所以说施肥浇水这一块 我们种植户一定要掌握好 肥料呢 随着水走 然后呢 每一次呢 少用肥料 勤用肥料 这样的方法 我们通过施肥和科学浇水 来达到我们这个 减少我们黄瓜 它这个畸形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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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